現在我們來看它的環境偵測 因為板子本身就有內建兩個光明電阻 跟一個溫度的感測器 這個地方 以前如果老師有用過 一般我們外面 不管是你另外加的 還是那個板子上內建的光明電阻 它所得到的數值是多少 0到1之間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印象 曾經用過的 我們是不是要在自己做轉換 把它轉換成0到100之類的 但是它現在這個光明電阻 它所得到的是流明 它是用流明去算 那所以它的數值 是0到1000 最高是到1000 所以你就不用轉換了 除非你想要轉下來 比如說我只要0到100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它目前 預設就是這個板子上的數值 是0到1000 那溫度的話 這個溫度 溫度模擬器的 好像可以到最高到70度 最高到70度 0到70度 這個範圍 而且 它是到小數點 後兩位數 它是到小數點後兩位數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但是我剛剛 我們一開始有跟各位講 因為它坐在板子上 所以板子溫度比較高 它也會受到影響 好那我們就先來試看看囉 你點到這裡 這邊 一樣 跟板子有關係的 我們都是在 Bit 這裡 從這邊 點開 好 您看 這裡 因為這裡是跟板子有關的 所以都在 這個Bit的板子裡面 偵測光線跟溫度 所以它的積木就這麼兩塊 就這麼兩個 但是因為 光線跟溫度 是不是隨時都有可能會改變 所以它也是一樣 又加了一個 無線 迴旋 讓它去做偵測 這樣 老師了解意思了 好如果你沒有這個 那就是偵測一次 初死的話那一次而已 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喔 這個我都透過怪獸 來跟我們講一下 來放到旁邊 我先執行 我現在是透過模擬器 沒關係 好 你有沒有看到右下角 在我這裡 右下角 現在這樣子 好那我透過上面這個 我現在有模擬器 所以我移到 流明 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接近1000 上面那個數字越來越接近1000 往右邊也是一樣 那時候我是溫度的 我就拿這個過來 我記得好像最高大概到70 不止喔 80幾 90 好那可以到90 好這是模擬器的 但是你可以實際 拿您的這個板子來試看看 所以我把這地方 停掉 我把它換成我的 Wi-Fi USB USB 雲端的也可以透過USB 所以不一定要透過Wi-Fi 所以我這樣透過USB 我再執行一下 好現在這個 那我把它蓋住 好這邊 這邊 好溫度比較沒感覺 但是 那個 光 有沒有一邊比較暗 你就 左手邊 有沒有我現在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紅色的就0 這裡 紅色的就是0 這樣OK OK 溫度我這樣還好 26度多還算OK 其實老師應該有發現到 我們在Beat裡面有沒有常常用到這個機木 因為很多東西我要不斷偵測的 我就必須要做過 這個機木的設計 層次變得簡化很多 機木也少很多 所以使用起來就相對比較方便 好 這裡 這隻滑鼠 真的怪怪 它在滾輪的時候剛好變高 OK 那麼我們看下面的 偵測光線 可不可以再搭配一個邏輯的判斷 在簡報的53頁 簡報的53 我們在這裡 再把它加上一個邏輯的判斷 53 邏輯的判斷 這個一樣 我也有一個 做好了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就直接透過 牛敏龍 透過USB 直接連線就好了 好 那 您看一下我的 這上面 現在 您可以明顯看到 我的燈 有沒有只亮一邊 亮左邊 為什麼 因為 這邊的 數字比較大 那我把這裡 按掉 你看 我按這裡 有沒有 只剩右邊 因為我的條件是判斷什麼 判斷哪一個流米比較大量那一邊 那如果兩邊剛剛好 有沒有只亮中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邏輯判斷 如果怎樣就怎樣 那這個呢 這個 當然也是程式的基本功能 好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邏輯裡面 如果怎樣就怎樣 就是這個機目 但是呢 它的使用方式 跟老師如果用習慣 Squish比較不同 你後面這裡要增加 就是按一下這個齒輪 那 增加進來 我們把它丟到這邊 剛開始我很不習慣會丟到這裡 所以 丟到這邊 否則就丟過來 那如果不要的也是 丟回來 最後呢 不要就把它收起來 那麼跟邏輯相關的 因為後面這裡是一個條件 後面這裡是條件 所以呢也都放在邏輯的機目裡面 這個是 剛好利用這個範例 讓老師們稍微了解一下 邏輯的機目使用的方式 OK 所以 偵測 光線跟溫度 這樣就解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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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